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业 扭转人生 搬向幸福 我们乐工工 翁新基 学校 好 新的一个年头也跟大家恭喜新年 但是新年已经年假到已经售假了 我们要开始做功课了 所以110年因为中央的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开始实施 所以我们同仁也为了配合这样促进中高龄及高龄的就业市场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开阔了一个专班 第一个培训的课程开一个专班 就是到载就业职这样一个中高龄专班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今年会增加一场中型的中高龄就业博博会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培训大家这样一个就业职能 还有开拓这样一个就业机会 鼓励我们中高龄或高龄者能够来从委执展上 共同为我们这个生意做的打拼 那当然我们这样的努力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年的失业率 全国是3.85 我们才是3.8 那我们是低于全国之外 我们高雄也是并列 我们是六都最低的部分 那当然这样的努力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劳动参与率也一样62.1 也是全国最高 那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也受到市长的肯定跟鼓励 所以在这个五年开始 我跟我们所谓同仁 我们一定要用这扭的踏死勿死勤务的精神 共同为大家来做博物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职能培训 还有这样一个就业美合的部分 因为培训晚的 大家有专业职能 希望大家在这些社区都有投入 可以共同做的打拼 那我们这样合作能够迈向 这样透过扭的这样的一个务实 踏实这样的一个精神 共同能够扭转人身 喷向我们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宴景 尤其共同创造我们台南幸福家园 这样的一个宴景的部分 共同为我们社区 这个继续作为来打拼 配合中央的这样的一个中高龄 高龄就会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开拓几个军联特别的班 这是刚才所讲的中高龄执行专班 那这个班就是倒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职专班 可以给大家奋勉 你为何有这个作业职的作业职专班 服务对象的时候 相关的职能在这边会教大家 另外一个部分 青少年职能体验工作坊的部分 我们以前安排这个参访的过程 都是这些都是跟他们去参访的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要找到一家公司 能够配合我们去参访的 年以外了也让这些青少年是这些最终的体验 这个产品是如何的做 也说我们这些青少年要进入职场之前 也要特别说工作职场就是长得这么样子 我们特别说进来的时候 他如何这样调整他这样的一个态度面 广东也让进入职场广东 这会拍片 另外一个部分 中高龄就会博览会的部分 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有四年大庄的就博览会 两年中型的就博览会 今年会增加一场 中型的就博览会就是 中高龄就会博览会的部分 希望创造我们这些 中高龄就会有机会 啊 广东能够进入职场 因为现在人口少子化 之后人力缺 人力缺过越来越大 希望那些中高龄 希望在奉献你的职能 广东为这些资质做的拍片 进入职场 拉筹 manner 抬转人生 奔向幸福 扭转人生 奔向幸福 有凄无力 有 扭转人生 奔向幸福 赞 我只剩一半点米达 赞